妳剛才說 妳想要拍什麼樣類型的電影 這是我媽的遺願 所以我一定要拍 妳不投資也沒關係的 沒有 當然 這個錢不是問題 妳需要多少錢 大約兩千萬吧 那 我想問一下 那妳有沒有 要找什麼樣的團隊呢 還是想要拍什麼樣的 類型的題材 還有那個 妳的故事 好好好 妳一直問問問題 我要怎麼專心呢 是是是 妳就投資就好了 剩下的我會想辦法 唉 唉 我媽 妳在看什麼啊 來 看電影 唉 車主來了 妳看她們在幹嘛 我 妳手機啊 妳手機啊 哦 她是我們保利的董事長 她們在幹嘛 董事長 是啊 可以可以 我外面 這麼輕盈 是不用拉窗簾喔 女明星跟董事長 欸 什麼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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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妳好啊 大嫂 唉 美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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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給妳介紹一下啊 這個是我妹 她硬要跟的 喂 美美 我給妳介紹啊 她是美美美 孫明明小姐 哇 妳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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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叫小琪 哇 妳跟我大嫂超像的 我應該比妳大嫂漂亮吧 沒有 妳某某一樣 唉 唉 等一下 等一下 唉 不會聊天就不要跟人家聊天好不好 美美 妳要不要先上車 等一下呢 我们在前面的路口 把她放下来就是了 等一下 有件事情我要先弄清楚 你刚说我长得像 大嫂 你 你去去去 找你的狗去 哥 你找了演大嫂是不是 大嫂走了这么多年 你拍电影今年大 真的好浪漫啊 所以你一直把我当别人是不是 不不不 不是别人 是我大嫂 你 大嫂 真的不要听啊 我是不知道你为什么接近我 但是我绝对不是别人的替代品 不是 很高兴认识你 大嫂 敏敏 大嫂 大嫂 闭上你的嘴了